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87集 猪放妈习惯了在裁缝店做衣服 款式可能没那么新颖 但她是个小领导 在单位要求的就是稳重大方 也就不追求新款不新款 选好的料子 做出来的衣服很有质感 适合她的身份 现在都流行穿毛泥大衣 猪放妈自然也是要定做两身的 裁缝店老板一口一个丁主任 把丁爱珍拍得浑身舒坦 一口气定了三件外套 你这款式倒是新啊 阳城的最新款 这衣服也就您穿出去有那个派头 丁爱珍又是挑剔又高傲 可家庭条件也是真的好 两口子都是领导 近百元的尼大衣一口气能做三套 裁缝店老板拍马屁是心甘情愿 她也没说假话 确实是阳城的新样式 裁缝店老板还不乐意呢 她一个店能做几套 摆地摊那丫头真是吝啬 丁爱珍留了定金 裁缝店老板保证先给她做 一周后就能取货 她离开裁缝店走在街上 听见几个女人说那家衣服特别好看的摊位 又拉回来新货了 这次的大衣都特别漂亮 地摊货有啥好买的 丁爱珍不屑一顾 哪知再往前走 她就瞧见了那人挤人的摊位 周成和夏小兰都不是矮个子 那么惹眼的两个人 丁爱珍咋会忽视呢 轻易绵绵的夫妻道刺痛了丁爱珍的眼睛 那人是夏小兰吧 仔细看看 确实是夏小兰 不过和丁主人印象中的夏小兰不太一样了 丁爱珍所看见的夏小兰 穿着工农蓝布衣裳 脚下是吐气的千层布鞋 人看着瘦瘦的 蹬着装满货的大自行车 长得是极为妖娆 穿得却很朴素 两极分化的反差 让她儿子朱放痴迷不已 再看看现在的夏小兰 格子短泥外套 微辣牛仔裤 脚下穿着一双方头粗根的白皮鞋 完全是改头换面呀 日子过得挺滋润啊 原本像这样在商都市街头重逢 丁爱珍也不会这么生气 可夏小兰身边还跟着一个惹眼的周成呢 一个拿衣服 一个收钱 男的俊女的漂亮 看上去是很般配养眼的夫妻当 可夏小兰不是说不做生意了 要回去念书吗 丁爱珍警告她 不要高攀珠放 安庆县衣中的老师找来 说夏小兰是好苗子 能考上大学 把丁爱珍的脸打得啪啪啪响 成了女大学生当然算不上高攀珠放 也可以看不起丁爱珍原本打算 用来打发夏小兰的服务员之类的工作 从那天起 夏小兰就真的不给黄河饭店送货了 丁爱珍还远远看过 换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 朱放说是夏小兰的妈 朱放见不到夏小兰 又不敢打搅她上进 在家单相似的厉害 之前好歹能向夏小兰她妈 打听两句情况 前两天那边是彻底断了黄扇供应 只说没货了 朱放回家长须短叹 丁爱珍也心疼儿子 狐狸精就狐狸精吧 真要能考上大学 她也就把不喜按纳住 接受夏小兰 丁爱珍自觉牺牲很大 为了儿子 慈母心肠才会退步 转眼就瞧见 据说在学校努力的夏小兰 和别的男人在街上摆地摊 瞧瞧这出息 夏小兰从来没说和朱放好上 丁主任却有种 自家儿子被戴绿帽子的愤怒 丁爱珍的逻辑简单粗暴 她可以挑剔嫌弃夏小兰是农村户口 夏小兰就得恭恭敬敬听着 夏小兰偏偏不按照她的剧本来 不装可怜不办无辜 牙尖嘴利的将丁主任的脸打得啪啪响 丁爱珍被农村丫头打脸 打落牙齿或血吞 猪放在家里跟丢了魂一样 当妈的能咋办 丁爱珍好不容易才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 发现夏小兰说一套做一套 愤怒让她失去理智 冲上前扯开两个要付钱的女过客 夏小兰 你个不要脸的 和野男人勾勾搭打打 你对得起我儿子吗 夏小兰都没顾上抬头 顺嘴就反驳 你儿子是哪根冲啊 我要对得起他 抬头一看 哟 这不是朱放他妈妈 明明是瞧不上他 夏小兰也以为两人不会有任何交集 毕竟她都不再往黄河饭店送黄膳了 表情太精彩了 好像要把夏小兰吃掉 丁爱珍都要气疯了 堂堂丁主任哪里还有理智啊 她现在就是被激怒的母豹子 恨不得用最激烈的语言来羞辱夏小兰 你们买这个狐狸精的衣服 也不怕沾上骚气 她前头为了卖黄扇给饭店 勾得我当采购的儿子茶饭不思的 现在瞧不上卖黄扇的小生意了 转眼又调上了新男人 这男人是干啥的 能给你出钱 还是帮你吸引这些女人来买衣服啊 你喜欢人家真的会娶你 没个正经工作 一穷二白的农村户口 丁爱珍开始无差别攻击了 夏小兰可不是什么好脾气 忍辱她 她必尝之 卧薪尝胆等着三十年何夕 哼 有仇 她当场就报了 她挥着手上的牛仔裤 就劈头盖脸 冲着丁爱珍抽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 一大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了 为了卖点东西给饭店 我至于要把自己赔上 你们朱家的门槛高 我还真瞧不上 丁爱珍被她抽懵了 周成怕夏小兰气坏身体 赶紧抱住她 别和她一般见识 你消消气 夏小兰扭来扭去挣扎 冲着周成吼 她平常说你是野男人 周成一下子变得好高兴啊 小兰是因为她生气吗 丁爱珍要冲过来打小兰 周成的手像铁钱一样把她制住 小兰可没花过我的钱 你也太侮辱这些来买衣服的女同志了 她们清清白白地花钱买走商品 有钱消费银货两期 还能是因为我的缘故 丁爱珍刚才都把这些女人搞懵了 好好挑选着衣服 莫名其妙冲出来一个疯女人 说她们买的衣服沾着狐狸精的骚味 钱都付了 衣服还要不要 进退两难中 女疯子一边喷下小兰 一边又把她们连带着损一顿 说她们因为长得好看的男同志 才围上来买衣服的 好吧 的确有这个因素 可把这话直直白白说出来 大家还要不要做人了 有着周成的话 女人们也回过神来 七嘴八舌反驳 你的思想也太肮脏了 说话太难听 个体互不是人哪 又不是卖给你家的奴隶 人家不能换门生意 我看哪 就是你这嘴雕的 逼得人家原本的生意做不下去 才去改行卖女装的 哟 这口气比市长还厉害 管天管地 还管到街上的服装摊 夏小兰是长得很狐媚 摸着良心说 哪个女人不想自己长得这样漂亮 夏小兰长一张让人羡慕极度的狐媚脸 做生意还斤斤计较 口水都说干了 才能抹一两块的零头 衣服好看是好看 掏钱时可心疼了 按理说 他们该讨厌夏小兰 有人骂夏小兰的时候 鼓掌叫好 为啥还帮夏小兰出头了 一定是这个疯女人太讨厌了 七嘴八舌的 丁爱珍被喷得面红耳赤 你身上要没有狐狐狸精可图的 他凭啥看上你 周成一脸认真 想了足足有半分钟 凭我比你的儿子长得帅